微信软件被全面抄袭,腾讯公司日前在北京提起诉讼,做赔1000万元。 澎湃新闻 www.thepaper.cn发现,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,官网10月30日发布消息称,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,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,以不正当竞争就分为由,将毕因软件开发商Chips Limited公司及运营商北京风气云飞科技有限公司,建车风云公司,素质的法院, 趁毕因软件全面抄袭微信,以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,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日前收立该案,毕因intret软件界面,毕因intret官网图两元高体素称,近期发现一款软件毕因软件抄袭微信软件,并称毕因软件的核心要素,如用户界面,功能,功能命名,图标排版,布局,色彩它配等,几乎与微信软件玩意, 完全一致,而微信微软件于2011年1月推出,毕因intret软件于2018年8月1日正式对外发布,此外,两人高体素称,Chips Limited公司,通过其官方网站的渠道宣传毕因软件时, 陈其未必软微信,数字货币微信,区块链微信,或小误导用户,答应车意图明显,而风云公司协助分发设置软件,提供其下载链接, 二人高向风云公司发行,要求其停止分发设置软件,当该公司危急时,完全停止设置软件等分发效在服务,导致该软件在短时间内,被大量访问和下载,造成侵圈后果, 两人高要求Chips Limited公司和风云公司刊登声明,消除不良影响, 并连带赔偿人高经济损失,集合理维权支出共计一千万元,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法院前述消息称, 该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,风云公司官网信息称,该公司为开发者提供应用发布,用户反馈收集等一系列服务, 2013年12月,腾讯新版QQ在该公司产品FIR.IM手法内测版,Chips Limited, 官网介绍着,该公司为一个插板型企业,整个减区块链应用商店和相关生态系统,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正在燃闪升空的数字货币超新兴。